春晚过去了很久,里面有很多的老艺术家,他们不断地推信人上台,而江坤就是其中的一个。 他是相声时代的一个巨型,新活口遐想是春晚的一个经典。 他当过主持人,做过相声演员。 江坤1950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,没有任何的背景。 他自己说,在上山下乡的时候去过北大荒,在那里他经历了零下四十度的严寒。 冬天的时候,用锄头在地面上开垦,其他的时间就是在耕地、播种、收获。 1973年在北大荒插队的江坤入了团。 年底时他听说,中央广播文工团来了两名相声演员,晚上在兵团演出。 在宣传队工作的江坤,当即向上级情势跟几个战友一起去看。 江坤是北京人,因为出身属于黑无类,上山下乡的时候去了黑龙江。 当时知青们住在山里,时速条件极差。 晚上老单,被狼吃的有好几个。 很多人去了很绝望,有的人天天哭,去了好几年还在哭。 但江坤不同,江坤从小就喜欢表演,第一次快板手风情,什么都学。 他还组织同学们在排练话剧。 因为有文艺特长,所以插队后虽然干过《炊事班长》,但最终还是去了宣传队。 在那种艰苦环境里,江坤还能自己表演笑话,还能演喜剧给别人看,这或许就是天生的明星气质。 那天江坤如愿以偿,坐了两小时火之后,看成了相声。 1500人的俱乐部挤进了2000人,好可以放肆大笑的场合,在当时并不多。 结束之后,江坤只有一个念头,写相声,说相声,让人们笑。 三年后,江坤与战友施圣吉等人合作的三人相声,大甘连长,被层层选拔到北京,参加全国取义调研。 调研完回到哈尔滨,一名官把他带到大庆驻哈尔滨办事处,房间里坐着马基和唐吉忠。 马基说他们去大庆演出,路过哈尔滨顺便问点事,你愿意当演员吗?愿意。 你愿意从事相声行业吗?愿意。 你愿意到我们团里来吗?愿意。 马基看中他是难得的好苗子,想要调他去北京跟自己一起工作。 江坤自然千恳万恳,但还必须建设兵团点头。 于是马基和唐吉忠在离开大庆后,根植就去了兵团所在地加穆斯。 一路坐着火车赶赴各个场部表演,把嗓子都说哑了,换来一只吊铃。 1976年9月19日,差一个月满26岁的江坤结束了八年的执行生活。 他上南下的列车,跟整个国家一起走进新时代。 20岁之后才半路出家,江坤的相声基本功难免不足,但马基更重视创作能力。 一个相声演员能自己写相声,就像一个战士自己能造子弹一样,除非他牺牲,否则他将永远战斗。 子弹从哪里来?现实生活。 1977年年底,江坤去中国照相馆,全国老摩尧尊才告诉他, 现在好了,以前照相前都必须带领顾客一起唱革命歌曲,由此构思到最终长岗。 江坤的如此照相,足足写了半年。 本来江坤的搭档是师弟赵炎,后来师父马基需要赵炎, 江坤就请来李文华捧梗。 几年前,坐河车去看李文华演出的时候,江坤万万想不到会有这样一天。 第一次演出是在张家口的山沟里,上台后,江坤让人山人海笑道哭, 下台后,江坤自己也快流泪了。 他对李文华说,这个地方叫下巴里,我一定得记住, 我的相声下巴里人都听懂了。 回到北京,两人在共青团11次代表大会的联欢会上, 演出长达18分钟的如此照相, 一万八千人的笑声和掌声先犯了首都体育馆。 江坤后来回忆,目的只是为中国人的生活增添笑声, 然而,有心在花变成无心插流。 江坤可以说是一夜爆红。 十一中国人从收音机里得知, 出了个新的相声演员叫江坤。 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的中国, 电台的时代即将过去, 电视的时代即将到来。 而到来的第一声响雷是春晚。 1982年年底, 央视导演黄一鹤把马器和江坤拉进了手机充满了创作组, 足利还有演员王景瑜和部队的创作骨干杨勇。 江坤年轻,欠经验,但手脚麻利, 常常负责把前辈讨论得来的点子剪出文字。 黄一鹤的目标是, 搞一台最像样的中央电视台从来没有过的春节联欢晚会。 他告诉江坤, 除了写传联词, 你还要表演相声, 还要当主持人。 有人觉得不妥, 一位部级领导说怎么能让江坤这种人主持, 说相声还行, 主持太平了。 幸亏首节春晚还根本不说重视, 黄一鹤也就装聋作哑, 没有撤下江坤。 没有撤是对的, 由于第一届演员人少, 从头到尾四个小时, 江坤都在台前幕后奔走。 江坤, 小平演员江坤, 歌手江坤, 后勤江坤, 连说三四段相声的本职江坤, 可以说当时什么都做过。 首届春晚的火爆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力量。 八六春晚, 江坤仍然是主持人。 这一届的新主持人王刚, 后来的和珅和中堂谦虚提问, 库尔电视台给配服装吗? 江坤笑了王兄,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服装从来是自己的, 电视台太穷, 有什么穿什么? 新人布置一个王刚, 师弟冯孔除了表演相声, 虎年说虎外, 还帮江坤拍演最后的大合唱《拜年歌》, 以及为江坤的相声照相, 坐上台前的即兴串联。 因为李文华换了后来退出舞台, 江坤和十年前去哈尔滨找他的唐吉钟老师成了性搭档。 跟二十九岁的冯孔一样, 1987年冲伴, 江坤仍然跟过去一样是主持人。 他和唐吉钟的虎口家下, 堪称即如此照相之后的第二个表演高峰。 相声中超大的台词信息量是江坤扬长臂短的力气。 当时江坤一边说着三十多人解枯腰带, 将他救出北京动物园的石虎山。 镜头一边在掌声间隙中给出费翔和郎平开心的特写。 而费翔是朱石茂联系来的。 所有人开怀捧腹之急, 没有人能在屏幕上看到江坤新的创作伙伴。 活口假想, 是改编自他短篇小说的与江坤合作的第一部作品。 接下来几年, 两人的珠联闭合会把相声推现前所未有的高度, 高到他们无法复制。 可以说当时他们的经历真的很丰富, 而关于江坤和郭德杠男员永远是娱乐圈的话题。 很多媒体为了随波主流, 肆意编造话题, 为二人的矛盾不断编造没有了点, 变相地恶化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。 那两人的矛盾由来到底是什么? 郭德纲与江坤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。 二人矛盾的焦点在于三俗问题。 江坤批评郭德纲的相声三俗, 并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为郭德纲及等营社制造羁绊。 而郭德纲为了生存, 不得不奋起反击, 用尽全身力量和资源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反主流斗士的人设, 并借此收获大量同情分。 郭德纲在他走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回头来看,江坤到底做了些什么呢? 郭德纲一直盯着不放的点, 是江坤在2008年中一份联会提案, 其中提到了关于这方面的内容, 意图将德纲社置于此地。 郭德纲当时令德纲社成员公开发布声讨江坤, 随后德纲社众短成员纷纷发文声援, 之后又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, 大部分是媒体的恶意导向, 但其实现实的他们达成了和解的默契, 而江坤现在已经是一位德纲艺术家, 大家也很尊重他, 可能在春晚的舞台上很少见到他的身影, 不过还是满怀期待的。